東西重新再整理過一遍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如果要做剛剛的公示的話 第一步 那請各位就先把這個名稱先定義 那有幾個地方要定義 第一個呢 就把101年的工作表 跟102年的工作表 裡面的開獎號碼跟特別號 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Ctrl shift向右 不行 因為只能選7個 所以先選7個 再Ctrl shift向下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 那就取名叫開獎101 所以你先選取這個範圍 然後呢 再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這個名稱有了之後的話 第二個 再選取102年 102年的話 這個一樣選7個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一樣把名稱改成叫開獎102 OK 那再來的話呢 根據這邊的範圍一樣 把這個A到一籃的名稱 對應到底下的範圍 那最快的方法 記得喔 請你先把這個範圍整個選起來 選起來 那選的時候呢 包含他的名稱 跟他底下的範圍 一起選喔 所以有不要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做什麼呢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他的名稱在頂端列 把這個名稱對應到他底下的範圍 所以總共會有5個欄位 他就會幫你產生5個範圍 按確定就好了 那你可以在名稱管理員裡面看到喔 剛剛的號碼 號碼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 有沒有選起來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101年的機率在這裡 然後102年機率在這裡 以此類推 其他都一樣 合計在這裡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排名嘛 所以這些都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公式做出來的話 那我們1 你就直接插入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conif函數 conif什麼呢 conif按F3 以後的話按F3就可以存取 哪個範圍開獎101 幫我算1號的 有幾個 那1號有幾個的話 除了說可以用A2之外 因為我們剛剛有把這個號碼 這一欄也定義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按F3 把他的這個儲存格 直接指向號碼就好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將來呢 你的那個公式會更容易閱讀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喔 這個上面都是 你可以看得懂的文字 頂多是這個函數喔 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次數就出來17次 再來除以什麼呢 除以喔 後面的話是conif 101年 所以你直接複製一下 把conif複製喔 切過來 然後呢把一幅拿掉就可以了 有沒有conif 然後後面加一個後瓜糊 意思就是說呢 算一下這個開獎101總共 開出幾個號碼 然後除以 他1號出現的次數 就得到他的機率打勾 那出現機率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分數是1萬的話 分母喔是1萬然後分子是245的話你可以按右鍵出生格式 因為呢在他的這個格式裡面喔 分數部分喔 只有100 那你可以點這個之後按自訂就可以了 自己再加兩個0 那你想說老實說要三個0可不可以 其實等於是你就看你要分母是多少你就自己再加就可以了喔 按個確定 好那向下填滿 那這個做完之後喔 這個公式可以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102嘛 102 這樣OK 然後把它打勾 底下都一樣 合計的話就兩個相加 當然合計的話呢 也有同學說 像 之前在別的學校上課有個數學系的 同學他說這個應該不是這樣加才對 應該是要把分母加分母 分子加分子 才對啦 不過啦我們只是做做一個主要是了解那個 這個這個範例啦不是真的是去了解數學啦OK喔所以 大概喔 我們 假設以這個公式喔 那把它相加就可以了喔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話怎麼樣計算是比較正確的話可以在Google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公式喔 那 那 排名的話就是 rank.eq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先找到統計裡面的 R開頭 rank.eq這個 那一樣嘛 合計裡面的合計所以先按F3 找到合計 因為他只要一個number 所以就抓一個資料哪一個資料 他同一列的資料 然後呢 REF通常是指的是一個範圍 所以呢 他就整個範圍就抓過來所以你會發現他整個抓過來就一個大瓜壺 裡面就把這邊所有資料都抓過來 然後按確定 排名就出來 那用 定義名稱的好處就是不用再加錢的符號了 之前喔如果你假設不是用定義名稱喔你變成那個 儲存格的列一定要加一個錢的符號這個定義名稱就不需要了 像這樣填滿 這樣子 我們就大功告成 所以 1234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喔 是希望呢 同學在做出什麼效果呢 就是 後面的部分喔 再做出總共 後面有六個按鈕 這六個按鈕呢 分別就是樂透彩 樂透彩清除 那這個先做好了因為今天大概時間喔 可能 先把這兩個先後面這個比較困難一點點啦其實也不不是多困難 就是呢 啊 如果我希望按下這個按鈕喔清楚的話就把這四個欄位置要清掉 按下這個按鈕呢再把這個四個公式的資料全部都輸出 這怎麼做 第二個的話格式的話就是說幫我把排名在前七名的 號碼的底色 加一個黃色的底色 有沒有 如果排名喔 是前七名的話 那以前的做法啦 當然如果你 以前不會用程式來解決的話變成你要手動的 手動變成說你什麼 有點像這樣 油機桶加個黃色 因為我在想知道12號機率很高OK然後再來往下 2號 21號 有沒有然後再往下 再來就第五名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方法很笨 因為 因為你要一直一直 再去加嗎OK 那如果現在資料量其實還算少的可是其實 還是蠻花時間的 如果我不希望 用人工的方式處理剛剛的這件事情 而是呢 我想加個按鈕 他按下去自動幫我把 只要是排名前七名的底色都變黃色 另外再加一個呢 把他的底色去掉 這要怎麼做 最後的話呢 就是 乾脆 這邊加一個欄位 叫做前七名 把什麼呢 排名是前七名的 這個範圍 這個 這個號碼 乾脆直接幫我複製到這邊來 有沒有 如果 所以要邏輯什麼 如果當這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就把他的 同一列 A欄的資料 幫我複製到 這個是F欄 F欄的第2個儲存格 那複製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把他往下變第3個 第4個 那一直往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前七名 OK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是我們後面要寫的那個VBA的程式 那今天看看能不能把它做完如果不能做完我們可以可能就是 後面 那首先第1個我們先做哪個先做樂透彩 跟樂透彩清除 那這個怎麼做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如果你剛剛已經把 這個都定義成名稱的話 其實你等一下只要做一件事把這個公式複製過去就好了 那怎麼複製 一 一樣呢 先把 我們的VBA打開 看都還記得吧 這個應該已經開發人員應該沒問題按確定 2的話呢 開發人員 打開什麼呢 打開這個VBA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移到右邊來 按右鍵先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那第1個模組我要寫什麼 乾脆寫 清除算了 清除怎麼寫 所以一樣打個sub 然後sub的名稱 叫做 樂透彩 清除好了清除先寫比較簡單 清除 Enter一下 如果姿態小怎麼辦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把這個字 改大一點點 改到14好了 那我只要寫 應該還記得吧 for i 這邊按個tape for for i 等於多少 第幾列呢 要清除這些嗎 第2列 從第2列 第1列不要清 所以第2列 空一格 到 就to 第幾列呢 底下算起來應該是 42個號碼 所以43 當然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向下追蹤 43 Enter兩下打一個net 意思就是決定 從第幾列到第幾列 再來要清空的話清空的是清空哪一些資料 這個b欄 c de 有4個欄怎麼辦 沒關係 你 打上sales 的i列的b欄 先清好了 清除的話等於什麼 兩個雙號 Enter一下 這樣的話如果你執行這個就不見了 然後呢 再來 這一個 bcde 這邊把貼上 改成bcde ok 這樣的話呢 等於執行的話 這邊就清空了 不過我先不要執行 因為一執行的話 這邊的公司就不見了 那不見的話 等於要用 可能就找不到 接下來如果要拉輸出的話 很簡單 你就直接把 再把 這個sac 複製 貼到底下 清除拿掉 接下來就輸出 那 輸出跟清除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在這個後面 如果你後面是沒有東西 那就清除 如果有的話就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所以待會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把這個公式 裡面的 這個公式裡面的 這個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雙號裡面 其實就ok了 那貼的方法 很簡單 游標放上去之後 Ctrl C 記得按取消 再切回到b 把它貼上就好 跟各位講一下 完全不需要修改 之前講過的那個問題 因為 定義名稱的關係 因為定義名稱裡面沒有雙號 第2個呢 也沒有列號了 本來是A2 沒有了 變號碼 所以你直接貼就好了 然後再來一樣 把這個 直接Ctrl C 取消 貼過來 Ctrl C 然後取消 一樣 所以變成說 通話動作 這個沒有 這個要變成 這個可能也要變成名稱 所以變名稱的話 一樣 F3 這個101年的旗旅 加上 F3 102年的旗旅 用名稱來代替 不然的話 你 假如用剛剛的 B2加B3你還要改程式 這個的話 名稱的話有個好處 直接貼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修改 那這邊最後一個是 這個 取消 然後一樣把它貼過來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OK 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再來的話呢 清除吧 直接清除 那把它恢復的話呢 按一下 又恢復了 有沒有看到 應該沒問題吧 執行一下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再變出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什麼 插入 按鈕 在這裡 點一下 然後在旁邊這邊拖拉一下 這個叫樂透彩好了 然後把名稱複製 貼上 一個 那第二個我習慣是把這個按鈕複製 直接在貼 貼上 然後把這個按右鍵修改 修改就重新指定 這個叫清除 叫樂透彩清除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邊稍微 修改一下 OK了 試一下 清除 輸出 輸出 就大功告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再把重點回顧 一 開發人員裡面 開啟 Visual Basic 二 在裡面 按右鍵插入的模組 並且呢 輸入這兩段程式 一段 你其實這段怎麼來 這段其實就是輸入什麼 Sub 樂透彩清楚 Enter就可以了 有沒有就出來了 那你再把那個我剛剛講的那個規則給他 範圍 哪個列到哪一個列 把 BCD 通通清除掉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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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